齁齁 開始囉 嗨 大家好 我是哲虎 我是V台灣的成員 那像剛才伊札貝爾講的 今天我們有一個實體群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今天的實體活動的主題是 公民參與新手村來玩桌遊 耶 如果你不知所措的話 你可以來跟我們一起玩桌遊 或者你覺得你知所措當然很無聊的話也可以一起玩 那我們的網址V台灣.TW寫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Gini V Slack channel叫做V台灣 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加進這個channel來跟我們聊天這樣子 好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到底什麼是V台灣 不知道什麼是V台灣 V台灣的中文就是 數位 經濟 法規 調適 平台 好 講了東西沒講 講完之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好啦 不要糾結那個奇怪的名字 那個奇怪的名字不是很重要 總之就是呢 我們想要做的一個事情是 政府啊 天天都在 你政策推法案 行政院 立法院 他們整天都會搞這些東西 那我們這些搞個黑客中都不出門 這些電盤宅宅們 在網路上面也想要彈卡 我們就是想要讓這個政策制定的過程 能夠開放給一般的民眾 對 那 在過去 所謂的法規調適研究 一個法規怎麼樣產出來 是主要是 在右上角這邊 由 一開始由 御用學者或是法人做 法規研究 這個法應該要講什麼樣子 那民間單位 他們就會去找 政府就會去找他們 熟悉的企業朋友們 來爭取他們的意見 那接下來坐下來 他們坐下來 開會的會議記錄 當然有可能就是 斷當舉議 或者是之前就已經說好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公民能參與的管道 可能性都非常少 那我們想要在 法規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的初期階段 就想要進入民眾參與 對 那我們做的事情是 所謂的公民諮詢 我們會主導這整個法規研究 那我們會找到一個 我們自己有興趣 或是民間有興趣 或是政府有興趣 只要是有人有興趣的 法規的題目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邀請政府 民間各種厲害關係人 一起來開這個會 那開這個會 也會有逐字稿 有直播 然後我們也會在線上 比如說Facebook 徵詢意見紀錄 對 那一個實體的法規條是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會在 Vita1的粉絲頁上面開直播 然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隨時都會記錄 然後你的留言會隨時被 丟到實體上面來 被提出這樣子 OK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線上意見爭取工具 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 那基本上 只要你對於 線上意見爭取工具 有興趣 或是你對於審議室民主 對於民眾參與有興趣的 任何的你都可以來 對 好這個 我就直接先挑過 對 那如果 如果你覺得還是很無聊的話 沒關係 你就來現場 跟我們一起吃烤雞 然後玩桌遊 這個桌遊 其實是一個扮演 趁直公民解決公民議題 公共議題的桌遊 真的是這個桌遊 真的是這個桌遊 那玩完桌遊之後 你還可以跟我一起吃烤雞 然後喝紅酒 那個應該沒有這個東西 我覺得 今天實體坑應該沒有那個東西 好 政府 那個時間到了 我知道 我們在社創等大家 好 好